但我跟你讲啊 这个荷兰豆虽然减肥这方面特别的优秀 但是你让我拿这个水煮荷兰豆就当薯条那么吃 真心受不了啊 而且想都不想要啊 哎呀我这就有一盘荷兰豆 你尝尝吧 不消瘦 你们吃 这是准备的原料 这个余老师呢给你们露一手 妙手回春 哎余老师 刚刚那道菜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鸡胸肉 好多这种减脂餐里面都有这个鸡胸肉 这个我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这个减脂减肥餐里面呢 放鸡胸肉 还有健身这个增肌的餐里面放鸡胸肉 实在是太正常了 为什么用鸡胸肉 就是因为鸡胸肉里面是高蛋白低脂肪 它的蛋白质的含量超过20% 但是脂肪的含量微乎其微 那么好 问题就在这 如何把鸡胸肉做的好吃 又把荷兰豆和它搭配在一块做的非常好吃 你问我还真是问对了 那这个鸡胸肉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水泡一下 然后捞出来以后呢 把它片成片 切成丝 切完了以后呢 放一点盐 放点胡椒粉 然后呢 搁一点料酒 用一点蛋清给它上浆 最后呢 稍微放一点淀粉 给它上浆了以后 锅里面烧点 这个开水 烧开水呢 咱们把这个肉丝用水滑的方法 把它快速的水滑 让它变得非常洁白 然后捞出来以后 再把这个荷兰豆呢 也切成丝 用水 焯烫一下 把其他的食材呢 也分别焯烫 焯烫完了以后 冲凉都捞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 这个生拌汁 对吧 或者说捞汁 给它稍微拌一下 捞汁是带点这个辣味的 对吧 拌完了以后 味道非常好 而且呢 热量特别低 这样的食材呢 是高蛋白 低脂肪的 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是非常适合 减脂 健身 减肥的人群 余老师 我刚才吃到里边有魔芋 这魔芋我知道 这几年是减肥人士的心虫 你这里这是要啥有啥呀 它主要的是膳食纤维 尤其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 是非常高的 但是它的热量又特别低 对吧 它呢 是非常适合减肥人群 三高人群都非常适合 那么用它来代替粉丝 做到这道菜里面呢 颜色也漂亮 非常洁白 口感也好 而且呢 也更利于排毒